言之有理,我是理财 但凡那些坚信传统医学包治百病的人 生病不去医院就觉着高手在民间的人 看到偏方神魂颠倒把医生叮嘱当成耳旁风的人 求求你们了,去看一下手术200年吧 痘外评分9.3分 如果说有一部纪录片能让人敬畏医学 那就是它了 每一集都记录了现代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 第一集理性之光 第二集手术基石 第三集长驱止入 第四集攻入炉腔 第五集打开心脏 第六集生死契约 第七集重病之王 第八集手术未来 连在一起就是200年来 现代医学高歌猛进的历史 医学前驱逐的柳叶刀锋闪烁 他们努力看见身体精准切割并造 规范操作制度 病人重获生机 看完这部纪录片 让人最大的感触就是 在现代医学面前的所有传统医学 无论中外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为什么呢 500年前的医学更像玄学 穿衫甲能打洞 所以能通乳 至于200年前的医学 生病还不如不一 手术堪称是生命终结者 传统医学的揣测猜想联想荒诞 在黑暗当中前行了1000年 直到现代医学尘光乍现 这第一道光来自解剖学 1537年 一个年仅29岁的比利时人 维萨利 让解剖学大放光芒 那年 他看到医学院的课本知识 还是1000年前的内容 于是推出了 让世界眼前一亮的解剖学著作 因为这本书 他遭到了教会诬陷 险些被判死刑 而全世界的医学院图书馆为之倾倒 这是身体的各个器官 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以精准复现的形式展现出来 人们终于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 只是当它在全世界发展时 也悲伤了原罪 在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展览馆 陈列着一幅骨架 它并非来自某位为医学献身的先贤 而是一种警告与惩罚的象征 骨架的主人名叫 威廉伯格被他谋杀的15人 都成了爱丁堡医学院的解剖研究对象 罪恶被发现之后 威廉伯格被判处绞刑 尸体成为标本 骨架前的名牌写着他的罪恶 而写字墨水 来自从他脑中抽取的血液 100年来 他的骸骨陈列于此警示后人 医学的第一原则就是不伤害 更多的医生心怀悲悯 执着前景 医生们了解人体构造 摸清血液循环 手术能救助的人还是有限 因为三大难关尚未攻克 止血 麻醉 消毒 1536年 一个叫帕雷的法国军医 在战场上建了太多的截肢士兵 用烙铁来烫伤口止血的痛苦 有一天 帕雷放下了烙铁 偷偷用了一种非常神奇的工具 那些在疼痛中挣扎死去的人 因为帕雷的突发奇想 捡回了一条命 他有很多天才一般的发明 发明药膏 取代了废油给病人清理创伤 还发明了大量的医疗器械 一眼甲肢 带着齿轮的关节 因关怀之心 他被称为外科学之父 截肢手术 可以轻松止血了 但是痛感人在 哪位医生手快 谁就最有名 在伦敦 曾有一位名叫 李斯顿的医生 号称伦敦第一快道医生 截肢最快用时 28秒 他曾创下一个记录 一次手术中 下刀太快 切掉了助手的手指 助手失血过多 死亡 顺带切掉了病人的膏丸 病人感染而死 还有一位现场观众 受惊 心脏病发 被吓死 1846年 美国的牙医 威廉莫顿上线了 他受不了顾客 拔牙式的喊叫声 听说乙迷呢 有麻醉效果 先用妻子的狗做实验 又用自己试效果 一贯乙迷吸下去 差点就嫁喝吸油 当他把改进后的实验 搬到哈佛大学的那天 人类医学之光 再次闪耀 1846年10月16号 这天足以让世人铭记 一场全程25分钟的手术实验 大堂中鸦雀无声 一片静默 他们见证了一场革命 当病人苏醒 说了一句话 一点也不疼 以哈佛大学为中心 这个消息以最快的速度 传遍了事件 很多人不怕死 但是怕疼 莫顿之功 标柄千古 如今 在波士顿城市公园 有一座纪念塔 上面写着 在他以前 手术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因为他 手术的疼痛被攻克 从他以后 科学战胜了疼痛 可是即便没有疼痛的手术 成功后 依然存在很高的死亡率 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因为气温 星座 阳光照射角度 还是月亮的运行位置呢 所有人束手无策 一个无名小卒 站了出来 来自匈牙利的 萨麦尔维斯 他同样是一位 心怀悲悯的医生 以一己之力 开启人类 与病菌 对抗的先河 他发现 孕妇 临盆后死亡率极高 原因很可能 出在医生的双手上 他身体力行 要求自己病区的医生 用漂白粉洗手之后 再接触孕妇 使得孕妇死亡率 从16%降到了1% 当他把自己的发现 整理成著作 寄给欧洲各大知名 妇产科医生 却无人问津 反而落得一身的笑柄 最终他在一所 疯人院当中 孤独死去 此前他说过 即使我无法活着亲眼 见到征服 孕妇热的那一天 我也坚信 幸运的时刻 即将到来 为此 我死而无憾 多年之后 人们发现了 导致孕妇死亡的病菌 直到此时 世人才承认 塞曼维斯 你是对的 后世岁月中 伴随着止血麻醉 消毒的解决 医生终于攻入人体 割开腹部 打开炉枪 挑战一个个生命禁区 人类医学的高光时刻 终于来临 天马行空 从此成为可能 1954年 一位名叫李拉海的医生 为10岁男孩肖恩 做心脏修复手术 采用的方法 名为活体交叉循环手术 那是只能出现在 科幻片当中的手术 步骤基本是这样的 手术时 一个志愿者 充当男孩的体外心脏 血液先流进 志愿者的心脏 再导入男孩的身体 于是一个心脏 供应了两个身体 又是一场 让世界震惊的手术 成功了 消息也以最快的速度 传遍世界 而手术的结果 就是男孩至今仍活着 儿孙满堂 奇迹一个接着一个 到今天 从未断绝 帕雷不会想到 他发明的止血工具 经过后世的改进 几乎可以进入 人体的任何部位 莫顿不会想到 在他之后 麻醉医生成为了一种 专门职业 他们发展出更复杂 更精准的麻醉体系 并在手术中 检测生命体征 随时抢救病人 保证病人手术后 能清醒过来 塞梅尔维斯也不会想到 他的主张在今天成为 每一台手术前的 必备程序 李拉海也不会想到 他们的创意 被发扬光大 医学已经可以用机械 来代替 志愿者的活体器官 而今天的医生 能从容的说 先听性心脏病 我们能治 从人工心肺基 活体移植 载到越来越多的 癌症 靶相药 在远古史诗中 存在的复生药 不死草 以现代生命科技的形式 终于实现了 融合科学 再生医学 3D打印器官技术 微创手术 人工神经网络 外骨骼机器人 现代医学的馈赠 仍然继续着 黑暗中 摸索了上千年的人类医学 在今天 一日千里 记录片当中 每一集都让人小激动 所谓的科技魅力 大概就是如此 一批人 闪着理性之光 无所畏惧 执着前行 一百年前 人类平均寿命 三十一岁 今天 这个数据飙升到了 七十一岁 把横荡在 人类寿命上的天花板 不断推高的因素当中 现代医学 功不可没 手术两百年 人类医学奇迹的 记录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